好,这一讲我们要谈的是paranoist hero的心理位置的一些意义 好,paranoist hero的心理位置其实在克莱因他在发展他的理论概念的时候 不是最早被发展出来的 其实比较是depressive position的那个心理位置先慢慢的就是被就是发展出来 像我在第一讲讲到的那两篇文章里面 那但是呢就是在这他发展depressive position的这个过程里面 paranoist的这一个心理位置他也就含在里面隐含在里面了 那paranoist hero的这个心理位置其实简单的简单的说是 所谓的爱跟恨是他是完全分离的 或者是内在现实跟外在现实是完全分离的 或一个好的课题跟一个坏的课题也是完全分离的这个状态 那为什么要完全分离呢 在一个完全分离的状态底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生存的机制 当一个孩子他肚子饿的时候有东西吃有奶奶来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世界是完美的 那所以呢 这一个坏的世界其实是他不用去思考的 他是不存在的应该怎么说 所以他存在的是一个所谓的天堂的世界 而在这个天堂的世界好的世界里面 他也是全能的 所以他也不用去感知到 不用去经验到他自己是有无能的这个状态 因为在一个发展的一个初期里面 这种整合的力量对一个baby而言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用分裂的一个心理机制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的生存是很重要的 唯有用分裂的这个心理机制 他才能够去保存起来一个好的课题 那一个好的外在的课题 可以因为在这一个天堂里面 被内化成为他内在好的字体课题 所以Paranois Hero的这一个分裂的心理机制 是Kine认为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 一开始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机制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位置里面呢 因为需要这一个乳房 所以呢 他同时在进行的 除了我渴望 然后我全能 我觉得就是乳房 这个好的乳房就是我 我就是这个乳房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要合在一起 所以呢 会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的供给有关 就是好像呢 我想要更多的这一个乳房 甚至呢 我把它整个都吞进来了 那就完全都在我里面了 其实不只是 baby会用这样的一个分裂的心理机制 其实父母有些时候也会 像譬如说 爸爸妈妈会跟baby说 哇你真是一个小天使 那我们家因为有了你 而就是有了小阳光 有了太阳 那但是呢 很有可能呢 过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妈妈会 就是跟这一个小baby说 你简直就是一个魔娘精 你真是一个小恶魔 所以呢 其实不只是baby 他在用着那个分裂的心理机制 其实父母作为家长的也是 有些时候我们也在用着一个分裂的那个心理机制 虽然当然因为作为成人 相对的这个成熟度会比较好 我们会更快速的在paranoid跟depressive的这两个心理位置在移动着 那但是对于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小婴儿 他是还没有发展到depressive的这一个心理位置的 所以在对于想要生存 而想要吞噬这个好乳房的这一个欲望的同时 其实呢 他也害怕着 还有另外一个坏乳房嘛 这个坏乳房是在外面的 那就是被他投射在到外面 就是他里面的自己的这一个就是不够好或者是无能的这一个状态 都投射给那个坏乳房 所以好的乳房跟坏的乳房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一方面他想要拥有好的这个乳房 但是呢 一方面他也会害怕这个坏的乳房呢 会就是要惩罚他或者是要攻击他 或者是呢 要就是反过来这个坏的乳房 要吞死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就是一个就是投射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潜意识的这个幻想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 他其实是想要去吞死这个好的乳房 但是呢 反过来他会害怕这个坏的乳房要吞死他 是为了要惩罚他 所以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先有一个欲望 那当然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欲望而可以生存 就是呢 我想要吞掉我的好乳房 那害怕被坏乳房吞死 这是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被坏乳房吞死了 我还会存在吗 其实我就不会存在 我这一个个体其实就消失了 所以这一个连接到我们生存的焦虑 或者是死亡的焦虑 所以呢 在一个就是好坏分裂的这个状态里面 我们呢 也再度的就是把我们内在恐惧死亡的这一个焦虑 投射给了坏的乳房 所以坏的乳房的存在 好像在表征着我们对于死亡焦虑的这个恐惧 那当然呢 在这个就是投射跟内射的这个过程 坏的这个乳房 在后面慢慢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还是会被我们自己内射进来 所以会成为我们内在的一个 就是不够好的或坏的字体的课题 那其中一部分就会变成是 严苛的这个超我像我们上一堂课讲过的一样 那这些呢 就是后面会再讲到跟阴静的的关系 也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 大概前三个月吧 就是大约比较强烈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paranoid hero的一个状态里面 因而因为他就是太缺乏 有这个整合的这个倾向 所以为什么会把这个死亡的恐惧 投射到外面的这一个 所谓的坏乳房 因为他太害怕这种消灭消失的感觉 或者是粉身碎骨的这个感觉 而这种感觉呢 就是在我们讲到老年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也还会再度的回来 这一个baby呢 他一定是很没有现实感的 所以他的内在的真实跟外在的现实 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所以外在的这个坏的乳房 或坏的客体 也就会被他很夸大的 觉得那太可怕了 那太恐惧了 那个太 那个外面的那个 那个坏太大太大了 那在就是临床上面有些时候 我们会看见就是有一些小孩 那他譬如说他没有办法玩 那譬如说他很焦虑 就是不同焦虑的表现的这一个方式 譬如说非常的退缩 他没有办法跟人接触 或没有办法跟人相处 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个Dick的 这一个自闭倾向的 这个小孩的这个症状 他某个部分 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这一个扭曲 对现实世界的这个扭曲 就是在Paranois Hero的这一个心理位置 不管他几岁 如果一个人是在这样的一个心理位置的话 那我们就会太过夸大 外在的这一个焦虑 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程度 那当然如果跟真实的死亡 就是当年老的时候 虽然死亡不见得是跟年老一定连在一起 那就是当有一个真实的可能的死亡的焦虑在的时候 那这种焦虑大概就会更激烈的被展现出来 那种恐惧的程度大概就会更大 所以这些原初的或者是原发的这些焦虑 到底来自哪里 那当然就是像Fred讲的诞生的过程的这一个创伤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有讲过 那跟就是母亲的这个分离的这个焦虑 还有就是身体的需求 比如说他肚子饿的时候的这些需要 没有立刻被满足 这些大概都是我们生命里面 还蛮原发的一个焦虑的这个来源 那当这些呢 就是焦虑呢 好像呢都被感知为是外在的 那这种压迫呢 他当他就是被内设进来的时候 那在里面呢 其实也就会变成是一个内在的所谓的压迫者 就是呢 他不再只是外面的一个就是压迫 或者是外在的一个坏的一个课题 要吞噬我 而是我里面的一个就是坏的课题 其实是要毁灭我 或者是要摧毁我 所以这种就是我想要 我想要吞噬乳房 跟我会被乳房所吞掉 而消失的这两股力量 是同时存在的 好 那在接下来这几张 会用到几个 两个名词 那这些呢 就是都 都发生在 口语期 或者是口腔期 那刚有讲到就是好的课题跟坏的课题 当被内设进来之后 就会变成是好的 就是内在的字体跟坏的内在的字体的 这两个部分 那有两个名词叫做正向跟所谓的逆向 那正向的意思是呢 就是一个男孩 他对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那逆向就是一个男孩跟母亲的关系 那如果是女孩的话 就是正向的话 就是在谈的是他跟母亲的关系 那如果是逆向的话 就是呢 跟父亲的关系 所以正向跟逆向 跟好坏无关 而是跟 那个对象的关系有关 只要是同性的关系 他就是正向的 只要是异性的关系 他就是逆向的 就是这几张图 要谈的是 跟一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一个关系 的一个挫折跟认同 好 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对克莱因而言呢 男孩跟女孩 他们呢 所共同欲望的对象都是一样的 都是母亲 母亲的内在 或者是母亲的乳房 那当 就是 慢慢的 会 会有所 转变 好 所以呢 就是 一开始呢 当 孩子 对 欲望的对象 都是 母亲的时候 那 在 母亲 不管能不能够满足 如果在跟 母亲的这个欲望的这个课题 可以满足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帮助一个孩子 他可以转向新的爱的课题 的那个过程会是比较顺畅 那 但是呢 即使呢 他们原本跟 就是 原原始的 这个 欲望的课题 母亲的关系 即使 没有满足 也还是会转向 新的 就是 欲望的课题 通常就是 父亲 而父亲是用 父亲的 这个 课题是用父亲的 因情来 作为象征 那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 爱的课题的转移 其实 是 很正常 也很自然的 这也就是 Ethi Pest的 这个过程 那 所以呢 就是 在一个 原语的 原始欲望的 一个 转向 在跟母亲 的这个关系 如果是顺畅的 是可以 满足 没有那么多 挫折 当然 它会变成 是一个 关系的 原始的 形态 所以 当它 要转向 父亲 或者是 所谓 父亲的 因境的 这一个 新的 爱的课题 的时候 它也就会 比较 能够承受 一些 挫折 因为 因为 要建立 关系 一定会 有 挫折 跟 原始 母亲 的 这一个 关系 也是 也是 会 有 挫折 的 那 但是呢 如果呢 再转向 新的 一个 爱的 课题 就是转向 父亲 的时候 如果呢 他太不顺利了 他太不顺利了 其实 就又会 转回来 他 旧的 爱的 课题 就是 母亲的 乳房 那 这样子的 一个 到底在 说些什么 我们用 实际的 可以看到 的 例子 来看 好了 像 譬如说 有 就是 有 孩子 有分离 焦虑 然后 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子 来 那 通常 有些时候 就是 比较 没有 想太多的 父亲 其实就会 很指责 妈妈 就会说 都是你太宠 小孩子了 都是你要 一直要 黏着小孩 然后呢 妈妈可能 就会说 诶 那个就是 都是我在带小孩 你也都不帮忙 其实 带小孩 父亲带小孩 不应该 用帮忙 但是呢 我们好容易 都会说 诶 父亲可以 帮忙 带小孩 好像母亲带小孩 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就单单是 这个语词 就很需要 被我们思考 为什么我们会说 父亲带小孩 是帮忙 那母亲带小孩 是什么 他不能是帮忙 那如果是帮忙的话 就是什么 可以 我有空 我有空的时候 帮忙 我没有空的时候 那就算了 所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或许就是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在 这样子的一个 临床的 一个情境里面 他在 述说的 到底是什么 就是一个 一个孩子 他那么样子的 黏 母亲 父亲认为 那是母亲的错 因为你让孩子太黏 而父亲 从来都没有想过 很有可能在孩子 在 他需要转向 他的爱的 欲望的课题的时候 其实是遭受到 太多的挫折 就是 这个父亲 要转向父亲嘛 可是 这个父亲 的不存在也好 或者是 这个父亲 给予孩子 太多的挫折也好 那都会让 这个孩子 没有办法 跟 父亲的这个新的课题 建立一个 比较顺畅的关系 所以孩子是 因为太过挫折 而被 再度的 被推回 跟母亲 去粘在一起 那这就是 这一段 在 在说的 意思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还有一个是 理想化 这个好的课题 的这一个 概念 那 因为呢 就是 会 需要 会受到挫折嘛 然后挫折 就像 我前面讲的 就会想要去 攻击 那攻击了 就是 就会害怕 被 抱负 的 这一个过程 那 这里呢 其实呢 理想化了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呢 理想化了 它好的 好的一个 课题 我只要 拥有 这一个 就是 全好的 我只要 活在 这一个 理想的 天堂里面 其实 我就不用去想 我也不用去感觉到 会有挫折 这件事情 会有 就是 要不到 会有 就是 害怕被攻击 我只要活在这里 就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是 极端的 理想化 好的 课题 那 在 理想化 这个极端好的 课题的同时 其实 我们 也在 理想化 自己的 自我全能的 这一个能力 就是 我要 多么的 就是 全能 我才能够 维持住 这一个 天堂 所以 这是 同时存在的 那 同时存在的 还有 就是 我刚刚讲的 也就会 因为是极端嘛 也就会 极端的去 丑化 或者是扭曲 外在的 另外一端的 所谓 坏的课题 所以 这个 是 同时存在的 所以 挫折的 这一个 本身 就会 激发 这两个 极端的 同时的 存在 好 所以呢 就是 刚不断的 在讲 就是 好的乳房 或者是 父亲 用 好的 阴镜 来带 来 就是 作为 异象 那 这样子的 一个 状态里面 克莱因认为 在 一个个体 我们 在心智里面 的一个象征 就是 乳房 跟 阴镜 那 这 在 刚才的 这些 内在的 一个冲突 里面 也就 形成了 这个 超 我的 这个核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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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